哇 這個起司也太濃郁了吧 要砍溪 我都想把整排吃完了 歡迎來到長鮮趴趴趴 今天我們要帶來什麼料理呢 我們今天要來做焗烤鑽絨蝦 為什麼啊 因為我們的白色情人節快到了啊 男生煮好白蝦之後 可以送給我們心儀的對象啊 不是啦 白色情人節是女生送男生 啊 不管啊 不管啊 反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我們先將沙子 黏著它背剪下去 我們要記得把沙線也拿出來 除了用剪刀剪開來 然後清除之外 我們還可以用牙籤 從第二節的縫隙中 插進去 炒一下 我們要記得把它的鬚鬚給剪斷 今天我們為什麼要用早蝦 因為我們的早蝦是用全海水養育 口感的話主要就是會鮮甜 而且很紮實 而且我們的早蝦不會使用抗生素 吃起來一定會非常安心 塗鮮奶油 在烤的過程中不會讓蝦子過於乾燥 然後要確保每一隻蝦子都是直挺挺的 掉下去的話 等一下起司就會融化 然後就沒辦法保留在我們的蝦子裡面 加一些大蒜 剛剛吃完嘴巴很臭欸 兩個人都吃就不臭了 兩個人吃就不臭 所以有什麼道理 臭味香頭 黑胡椒 那Peggy你想吃多還是少 我 可以拉一點 加一些鹽巴 重頭戲就是我們的起司 放入180度的烤箱裡面 烤個10到15分鐘就可以了 我們的焗烤蒜龍蝦 等一下就來試吃吧 我現在吃你在說 這個起司也太濃郁了吧 我都想把整盤吃完了 這不是整盤都要給我的嗎 不是女生送男生嗎 它這個蝦子真的是很紮實 嗯 真的 它最養殖的真的是有差 就是不一樣 果然台南的早蝦就是一級棒 大家一定要去吃吃看 焗烤蒜龍蝦就完成啦 你們只要成功只要完成 真的 什麼事 感谢观看